多栋的建筑倒塌 也传出超过200人死亡 伤亡人数可能继续攀升 文正社变 我们能不提高境界 我们能不积安思维吗 但是最重要的 不要不相信 我们真真的要戒胜前程 要向天地忏悔 回顾历史 921大地震 也为台湾带来难以抹灭的伤痛 18年来许多人 还是忘不了黑暗的一刻 幸好还有慈激之功 从当下一路相伴至今 18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熬过 多爱 多么冗长的时间 这步步间急 真的是悲戚无言 人生啊 都没有意境 不要执着 我们真正地放下了 环绕无名 提起了最盛虔诚 抵达不调 无偿总在顺习之间 也期待人人时时刻刻感恩 更要聚与暗思维 大家新闻 既然在听刘红志 花脸报道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